台湾对棒球选手在国际赛夺冠民众欢欣鼓舞迎接球员返台 不过日前球员返底桃园机场时却发生免税店动员抢拍照的情况 造成机场管制区内秩序混乱引发舆论抨击 交通部已要求桃园机场公司对免税店影响机场营运开罚20到100万元 国家的运动员不是让特定的商业公司拿来做广告的工具 或者是道具使用这个动作非常的不妥 而且呢其实淘机公司在事先有跟他们做过协调 那也跟他们讲过他们只能在旁边来做加油跟迎接的动作 那不过显然采蒙公司没有照原先的规定 那未经同意就做拍照的动作 而且未经同意就拉布条做宣传的动作 这非常的不妥 所以我也请淘机公司要马上做出检讨 除此之外我们针对采蒙公司也必须做出裁罚 那刚刚